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 一同来明白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 我们敬拜神 圣经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也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以活出真理的生命来敬拜神 我想这是一个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做法 为此我们要去明白 那么神要我们在真理之中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是什么呢 前几周我以一个信息 既知死当知生 也就是说既然知道我们死后的光景 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 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一些处境 我们明白了 那么这一个明白会导引我们 如何在有限的今生好好的活 那么因此有的时候就有人会来问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活呢 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基督徒也不例外 也要面对审判 那么我们今生该怎么样活呢 从这个怎么活里面 我们可以想到三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一人之死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圣民之死的时候 做工的果效随着它 有些东西我们留在今世带不走的 有些却可以随着我们尽到永恒 那么到底什么是可以做工的果效呢 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 做工的果效指的不是说 你在今世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 而指的是说 不论你在任何的工作里面 你用什么样子的生命的态度去面对 圣经没有呼召所有的信徒 都出来全世界服事神 全世界服事神是神特别的选招 但是圣经却告诉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在神所允许的每一个处境里面 去见证神 去荣耀神 那么今天神给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不同的工作之中 我们可能会面对两个现象 一个是专业上的需要 基督徒从来没有被豁免于 努力于自己的工作本分 我们都应该认真 好好的去在自己的专业能力上 去提升自己 让自己跟世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们展现出工作表现的这个能力 基督徒要有这样的认知 学生好好念书 做事情的展现 你自己的那些专业的能力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当你有好的表现的时候 或者你在每一个处境的时候 你用什么生命来面对 今天这个世界 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就骄傲 一个人受到了挫折就气馁 基督徒其实要向世界所展现的是说 我们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这个叫做我们的见证 这也就是所谓光颜的见证 基督徒被要求做光做眼 所以能够带到永恒去的 是你在任何职份上面 你展现出那种 因为认识耶稣 而流露出不一样的生命态度 或者是生活的一些能力 或者生活的一些状况 这个带到永恒 至于说你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是不是待遇很高 是不是职位很好 那完全取决于 其实有很多时候 是你在今世的处境跟机会 而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见的 不是职位上的高低 或者工作上的贵贱 我们所要看见的是 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流露了生命力 那个是可以带到永恒的 那么有的时候 基督徒也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圣经允许我们 为神的国 我们如果放下今世的一些 我们自己追求的目标的时候 可以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那么很多基督徒就问说 那么到底百倍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基督徒 一辈子都没有 连一倍都没有 不要讲百倍了 还亏得一塌糊涂 那么神的应许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因此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什么叫做百倍 今天有时候世人来定规 一个人是否在今生是幸福的时候 他常有两个标准 就是是不是平安 是不是喜乐 所以我们常常问安 都是愿你平安 愿你喜乐 平安喜乐好像是两个指标 指向一个人是不是幸福 那么如果神要赐给我们百倍 是不是要给我们百倍的平安 百倍的喜乐呢 神是的 神是会这样做 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途径是 让我们认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不是像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短暂的那种 那种最终之乐 或者是短暂的那些虚浮的那些快乐 也不是那种好像我住在一个大的房子里面 很好的车子里面 所拥有的那种一时之间的平安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观 那个生命观超越了死亡的这一个限制 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正确的永恒的生命观里面 好好的面对今生 因此我们可以处遍不惊 因为知道不认是今生也好 是永恒 是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都在神的手中 基督徒是在认识真神之后 有这个真正的平安的把握 喜乐呢也是一样 真正的喜乐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 这个世界我得的越多我却喜乐 可是我得到多的时候 我也怕别人把我夺去 我患得患失 有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活在别人的眼光中 就怕别人不能够肯定我存在的价值 别人看见我有成就我很高兴 可是又有人冲上来我就很难过 这种喜乐是很短暂的 圣经给我们看见 上帝把我们的价值观整个改变了 我们更看重的是 我在神中的眼光 神怎么看我 那个更重要 我更看重的是 今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不是那种 这个人用大小眼看人 我能够看见每一个人的尊贵性 因此当人成功的时候为他高兴 当人软弱的时候为他带导 盼望他能够再站起来 我们的那种价值观是完全被更新的 这种新的价值观 让我们在有罪的世代里面 仍然可以活出那种 合乎神心的喜乐 所以你说今世百倍是什么 当我的生命观跟我的价值观被神改变之后 我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世代里面 我可以无论是今生到永恒 都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 这是基督徒 这是神给我们的百倍 这些百倍不是世界上的这些短暂的价值 或者是价格能够影响的 这些的百倍超越今生的这些观念 这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给我的 第三个我们也会命令到一个 基督徒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因信称义 整本新约圣经保罗讲的 基督徒得救本乎因着信 因信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说我因信 成为神的儿女 我因信上天堂 我因信我就得救了 却要用因信称义 称义到底代表什么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些 习惯性的一个认知的用语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深入去了解 我们却是不是真的了解他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毒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神爱世人 你不必管那么多嘛 你把我今天要的给我就好了 这就表示你爱我了 人常常有这种肤浅的对神的这种要求 你只要照着我吩咐的做 你就是爱我 这种来自于人的这种有限的思想里面 所创所有的这种观念 可是圣经跟我们讲不是这样子啊 神爱世人 他并没有把我们所要的一切都给我们 他给了我们更宝贵的 叫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可是人有的时候看不见那个价值 同样的因信称义 我们既然信主了 那么不就是让我上天堂吗 信主了不就是让我能够心想事成不是更好吗 信主了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是个继承的那个 那个一切属天的福分的那一切 我不是什么都有了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我称义呢 我们对于称义到底有多少了解 称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这有的时候是我们要去认知的一件事情 在人所创造的宗教里面 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个盲点 那个盲点就是我造了一个神 这个神去按着我所需要的来成就 如果成就了就灵 但是那是偶像啊 那是假神那不是真神啊 基督徒我们所信仰的是真神 这位真神会表达祂的意志的 这位真神会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去告诉祂 是祂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只想要福 可是却不知道 我这个人可能会把福变成咒诅的 为此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 先改变我这个人 让我被预备好了之后 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 以后神把祂自己丰正的恩典给我们 这是一个神的次序 但是人不喜欢这个次序 在看在人所创造的宗教里面 常常喜欢的就是 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 那我怎么回应神呢 我多捐点钱啊 我做点善事了 跟你来交换了 这种交易式的这种神人关系 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 上帝无所缺 金子银子都是祂的 整个宇宙都是祂的 祂在祂的智慧里面 祂要做的事情是 要我们这些属乎祂的人 活出一个生命被更新的 预备好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被赐福的 这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为什么要因信称义 义是什么 义的标准是神啊 信主了之后 活出了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这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反映出我们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 我们跟人也有正确的关系 也就是说 人活着像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应有的样子来 这称义是很重要的 称义是蒙福的基础啊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称义的情况之下 活在罪里面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属世的这些祝福 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明白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其实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 打开来第一卷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 很快的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我们今天称为天国大宪章的 这个登山宝训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基督徒我们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天国的宪章嘛 表示这些人是已经进到天国的嘛 进到天国里面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在有限的今生 活出那个神要我们活出的标准 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这些原则 对所有基督徒来讲不是参考资讯 那是如果我们得救了 我们就得照着这个方向去迈进 照着这些原则去做 这是神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要用四次的信息 来分享马太福音第五 五六七这三章 要把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讯息 很整全的向弟兄姊妹们介绍 然后我们一起 在神圣灵的带领之下 我们来遵行 我们来被神的话语改变 在救恩里面活出新增的样式 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蒙福 这是我们要在这里面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成长 那么因此今天的这一个登山宝训的第一讲 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想一开始大家所要共同去明白的 就是很清楚的讲到八福 八福对很多人来讲是耳熟能详的 但是我们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这一个八福到底是什么福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新的生命里面 领受这些福分 首先要来看一件事情 在我要先跟大家讲 对于整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 八福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几个认知 第一个要明白 这边所讲的八个福气 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不是你要做到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得救 你才有福分 而是说我们已经白白的领受了恩典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活出一个和神心意的这一个生活来 这是八福 所以他不是得救的途径 他是已经得救的人应该有的生命表现 这是八福 那么八福的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讲 因信称义以神的义作为标准 以义为标准 就是一个得救的人 你当然你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神为你有永恒的天家的预备 但是我们在去天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活出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一个代理的一个方向 八福的这个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教导 其实有些类似于什么 我们来这样子思想 摩西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那也是白白的恩典 神主动的救赎之恩 可是神出了埃及之后 他就把他带到了西乃山上 然后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律法 这个律法就是告诉以色列人 你白白的领受恩典 将来也要进应许之地 可是你在应许之地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换句话说 恩典是白次的 但是在恩典之中有一个使命交代出来 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也是白白的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好了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 然后呢 然后呢不是就躺在那边等着上天堂啊 领受了救恩之后 神有给我们看见 弥赛亚国度里面的要求 有人把登山堡训当作 米赛亚的律法一样 就在米赛亚国度里面的一个要求 这些要求 是我们长保长留恩典之中的途径 好像以色列人被要求 你如果遵守摩西在西奈山上神赐给他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之后 如果以色列人都遵守 那么怎么样 激励新山上的祝福就领到 但是如果你在恩典之中坠落 你偏你你走开 以巴路山上的咒诅就来 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 白白的领受恩典之后 神要求我们在恩典之中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巴福其实指的是这个 也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之后 基督徒的生活规范在这边 巴福里面后面都在讲说 你是什么虚心的人啊 你是哀痛的人温柔的人 后面都有个有福了 在巴福里面讲的有福是指什么 这个有福的人是指向一个被神喜悦 而且被神赐福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都是认识真神的人 神告诉了我们一些得救了之后 行事为人的标准 你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呢 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这个有福本身来讲 人对了 属天的丰盛的福气就领到 我们也可以承受 但是如果人不对了 这些福分就不会领到我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觉得说 哎呀我活在世上 虽然时间得救了 可是还讨苦啊 整天还是劳苦愁烦 要不要想想看 我们得救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人在活在过去的 生命观跟价值观里面 以至于我们仍然朝劳苦愁烦 巴福整个登山宝训 一直在纠正纠正纠正 修正我们的价值观跟生命观 真正要蒙福的基督徒 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八福 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第八福讲到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第一福跟第八福的最后的那个福分是一样的 都讲到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一个文学表达上面来讲 头尾的祝福是一致的时候 其实指的就是涵盖整个的 这个八福里面的这些福气 是天国整个的一个福气 天国是他的 所以里面的人有可以怎么样 蒙连续啊 有的人得地图了 有的人这个得安慰了 各方面都在这个里面 涵盖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他第一福到第八福 就讲的一样就是天国的福分 而二到第七个福 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这里面讲有各种六个不同的面向 来解释天国的福分到底指向什么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八福啊 有的神学家告诉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看见 这个八福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一到四福 这个一到四福里面讲的是什么 天国里面对于属神的儿女 这些儿女的自我要求 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要求 而第五到第八福呢 就谈到的是天国的儿女 对别人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所处的社会上面是怎么做 有对己也有对人 总共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子在这一个有罪的世代里面 却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当然八福里面有一些福分 我们指向的是将来 其中比如说我们从文法上来看 从第二福到第七福里面 用的都是将来事 好像是将来临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天国已经来到 天国不是只是将来的上天堂 从我们得救的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了 因此这些福分在有限的今生 我们也是可以经历得到的 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那么因此接下来我就要和各位同来分享 这个八福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讲第一福到第四福 第一福到第四福我刚刚讲过 这个前四福啊是关乎天国的子民 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对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要求呢 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呢 第一福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什么叫虚心的人 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翻译叫做 灵力贫穷的人 什么叫灵力贫穷的人 听起来不太懂 贫穷我们懂嘛 什么叫贫穷 一个人贫穷就是无依无靠 只能仰望别人的帮助 一个灵力贫穷的人是讲说 一个人在灵里面无依无靠 只能仰望主 这是这样子的人 是神所喜悦的 今天有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点成就之后啊 我们常常就忘了我是谁 很多事情都我自己来 我自己用尽我的一切的方法 一直到有一天我的方法都没有用了 一直到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 医生宣布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这样的人是不聪明的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 随时在灵里面展现出一个贫穷的态度 那是什么 灵力贫穷就是说 我随时随刻都无依无靠的来到神面前 专心的依靠神 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人 这样子的人天国是他的 什么叫天国是他的 天国代表什么 天国不是只是讲一个地方天党 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 是神治理的地方 是神代理的地方 天国里面的子民是顺服神那个地方 你要领受神在天国里面所给我们诸般的福气嘛 那你尊他伟大啊 他所讲的你要分 他所吩咐的你要听啊 那你为什么要听他呢 我是一个对神面一个全然倚靠的人 灵力贫穷的人 我不倚靠我今次的学士财富地位才能各方面 我单单倚靠神 一个懂得倚靠神的人 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谦卑的人 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要在上帝面前 常常知道 我纵然有一些属世的成就 我仍然谦卑来到神面前 我一点不肯倚靠我自己 凡事尊主为大 倚靠神 这叫做灵力贫穷 不倚靠今世的 单单的遵行神的旨意 这叫做灵力贫穷 这叫做虚心的人 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 每一个基督徒被要求对自己要常常有这种态度 不要都是走到山穷水尽 不要都是走到无计可施的时候 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每一天起来就把自己交给神 每一天起来行事为人的标准 就用属灵的原则来衡量 合神心意的奋力往前行 违反圣经原则的重有属世再大的利益 我也不做 全然尊主为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讲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什么叫哀痛的人 这边哀痛的人 不是只是自我形象很差 整天咕咕嘀嘀嘀 哀痛的人指的是对罪忧伤的人 一个生活在神面前的人 对罪是很敏感的 这个对罪对一个人的伤害 或者我们在一个群职社会里面看见的不公不义 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很敏锐的 这个敏锐不是只是抗争而已 这个敏锐是说我们巴不得神来掌权 这个敏锐也带给我们说 我们要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活出光明的见证 最有力的一个对抗黑暗的方法 不是去在那边抗争斗争 最有力的方法是我们活出光的见证来 所谓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对于这样子有一个有罪的影响的世代 不论是对自己 或者是对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的情况 我们对这样的事情要敏感 不要只有立志当头 只要有利益 什么原则都不管了 不合乎圣经的不公不义的这种罪的行为 我们要拒绝他 我们要排斥他 然后怎么样 要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常常感到忧虑 忧虑这个世代 为什么这样子背叛神 然后呢 这个忧虑带给我们的是 更积极地活出一个 合神心意 做光的一个见证的生命来 这样子的是对的 他说一个人 常常对罪有这样敏锐性的一个人 他是有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什么安慰呢 谁能够安慰他们呢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安慰他们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四节里面 讲到神的仆人里面 那里面就提到有一件事情说 将来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 他可以使伤心的 被掳的 被囚的 悲哀的 这些人都从他们的处境里面 被释放出来 今天有多少人活在罪的捆绑里面 今天有多少人在自己老我的生命里面 好像被囚禁在里面一样 挣脱不了 今天有多少人在这个不公不一的世代里面 受伤充满了眼泪跟悲哀 但是若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 感谢神今天这个救恩已经成就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恩 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都可以有胜过罪的能力 而且我们软弱的时候 还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成为我们可以被赦免的对象 这叫做得安慰 这得安慰是两个 一个是我可以胜过罪 罗马书讲 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欲 可以胜过罪 你对罪有敏感 可是这个罪不是可以 控制你捆绑你 你可以胜过它 另外一个 我们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 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来到圣灵前 认罪我们转回神就赦免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 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慰 第三个对于一个天国子民的自我要求里面 他讲到的是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讲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怎么样 必承受地土 这个温柔是指什么 这个温柔不是指到那种 怯懦胆小呢 这个温柔指的是一个 向神是一个柔和的态度 也就是说一个温柔的人 他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很强 很强 闹暴富啊 对抗啊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一个 凶暴的一个个性 不是 他转过来 在温柔里面 他是向神是柔和的 好像主耶稣自己的方向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一个温柔的人指的是 对神旨意的完全的顺服 并且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基督徒要要求自己 我们是不是像这个世界一样 动不动就是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或者说有的时候更加倍的报复 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 你攻我一尺我还你一仗 不是 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 这个改变里面说 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方法 我们是向神有一个柔和的心 在这个柔和的心里面 我们对人有更大的宽怀 这叫做温柔 温柔是说 别人可以 对我们有一个 因为不认识神 而带来的那些错误的作为 但是我因为认识神 会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回应 然后他说怎么样 他说这样子的人必承受地土 这承受地土要回到 犹太人的背景去了解 这个承受地土 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 那就是得到神的应许的福分 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美地 那是他承受地土 今天也是一样 神告诉我们 一个向神是个柔软的心的 是愿意顺服神的人 神诸般的应许美福 都领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真正丰富的 这个应许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 也可以展现在基督徒在每一个 我们所生活的处境里面 因为有神的同在 活出不一样的那个生命力跟祝福 好像约瑟 约瑟尊神伟大 纵然他是被卖在波提伐家 纵然他被下在牢里面 他都活出不一样的蒙神赐福的光景 好像但以理 虽然是王国 哪怕不认在巴比伦王期间 或者在波斯王期间 他都活出不一样被神赐福的光景 那叫做神赐给他的土地土 他得到 这是一个都是一个像神 有一个柔软的心 尊神神之一的人 那么第四个福呢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讲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什么叫饥渴慕义 有的人初步把它翻译成 就对神的话以后很可慕 那是第一步 对神的话可慕是第一步 极可慕义是更重要的是说 神的真理能够活行在这个世上 好像我们常常祷告中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田上 这个饥渴慕义我们了解 这个义的标准是神啊 神是义的一个标准啊 那我们呢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要去渴望自己 好像如饥如渴一样 那个生活的必需品里面一样 这样子的渴慕 活出那个和神心意的生命来 生活来 这叫做饥渴慕义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有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情欲 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精简 基督徒追求的是神的义 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怎么样 必得饱足 这个必得饱足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尝到那个 活出神的那个义的生活 带来的那个生命的丰盛 今天基督徒在看见这个世界上面 有罪的影响 你不要只有看见负面的一面 神在这个有罪的时代里面 设立了教会 教会应该是一个彰显神意的地方 因此当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 彼此运作互动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不是我是属于哪一个 我是跟着这个长老的 我是跟着那个牧师的 或者我跟哪一个人关系很好 我们就成为一个小的具体 然后彼此之间又跟社会一样 这样子对立或者竞争 不对 教会应该是一个活出神话语的地方 在这里面 打破了世界错误的价值观 我们能够彼此的在主的爱中 好好的按着神的真理 神的义来活 教会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地方 教会是应该活出一个和神心意的活在光中 流出那种圣洁的那种圣灵酒果的那样子的一个 一个生命的品质的地方 虽然教会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 但是是不断的朝着完美迈进的地方 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并且全力的这样子的去 去再靠着圣灵的带领来活出来的 这个教会是和神心意的 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饥渴慕义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必得保主 所以你看前面四个福啊 都谈到一个基督徒 在神的国里面的 神国应该怎么样 他是一个虚心的人 是一个全然依靠神的人 他是一个对罪有充分敏感性的人 不是让罪捆绑自己或者无动于衷的人 他基本上像神是一个温柔的人 是一个能够完全的顺服神的人 第四个他可慕活出 天天活出那个和神心意的生活来的人 这样子的人有福的人 这样子他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神都能够满足他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得救了 我们都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很久了 我们要不要问问自己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有这些标准吗 我们是全然的依靠神吗 我们是那样子的对罪有敏感吗 我们对神是那样子的柔和顺服吗 我们对于那个活出一个和神心意的生活 是那样子如饥如可般的展现吗 八福的前世福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若是要问说基督徒说我在世上应该做什么 我每一天都应该把这个成为一个要求自己的一个清楚的方向 你如果做到或者你认真的去执行了 属天的福分你可以尝到 那是好的无比的 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老窝里面按照我们自己方法去做 然后整天说主啊你要赐福我这个 主啊我这个不够 那就是我们在原目求余嘛 神已经定出了方式了 照着这方式去做 那么接着我要跟各位谈的是第五福到第八福 谈到呢就是在天国的子民如何对这个有罪的世代 在天国里面我们怎么样跟弟兄怎么样互动 跟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怎么互动 第一个他就提到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讲到说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连续指向两个方向 一个是劳恕 一个是能够体贴别人的困苦 当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 在这个有罪的世代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体贴别人落在难处中的心 今天人常常有的时候自意 以自己为标准 你做不到你做不好批判别人 一个天国的子民 是常常能够体会到别人的软弱 如果别人有得罪我的 我愿意劳恕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好像神也常常连续我们的人一样 我们也懂得分享神的爱 去连续别人 因此在一个天国里面的子民互动的时候 那是彼此接纳的 注意啊 这个接纳不是包容罪啊 这个接纳是对人的接纳 不认他是软弱 他是同性恋者 他是一个从监牢里面出来的人 跟他们来讲 只要他愿意向神转回 我们都接纳他 今天我们没有落在别人的困难里面 没有落在别人的软弱里面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强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相同的处境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神格外的怜悯里面 所以天国的子民 对于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要充满了从神来的爱 去连续去接纳 与人一同在神的爱中来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使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论断者 成为一个站在审判官的角度上来判断别人 这是一个神要我们的一个特使 而这样子的人愿意做呢 闭蒙连续 这个闭蒙连续啊 不是说因为你连续别人了 上帝就连续好像这个交换不是 因为我领受了神连续的爱 我去连续别人 有一天一旦我需要的 别人连续的时候 我知道这位神他随时都连续我 你是先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你再分享出去 而你也知道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神是那位无所不在 随时都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的那一位 所以连续人的 闭蒙连续 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们 问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特使 我们会不会看见有一些人跟我们过不去 看看有一些人得罪我们 我们就咬住他们不放 还是我们愿意回过头来 活出那一个合神心意的那个生命品质 然后我们看看第六福 第六福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清心的人有福乐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清心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清心好像是 人自己内我的要求嘛 其实不是 今天的清心要求的是 展现在外面生活的一个态度 人活在神的救恩里面 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 这个清心表示 没有那个不清洁的思想 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的是公平公义 我们是正直的 我们渴望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愿意行神的旨意 专一的去遵从 这是指一个清心 清心指的是我愿意伟生在神里面 然后我活在人的面前 也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乐 也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乐 这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质是说 给人看见不一样 这叫做清心 这个清心的人本身来讲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得见神 什么叫必得见神 这个必得见神原文用的是未来事 这未来事感觉起来好像是只是将来的事情 将来当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亲眼看见他 但是这个必得见神也带来今生的印象 你今天怎么看见神 今天看见神的透过的方法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发现神的话语具具代的能力 因此我们认知那位说这些话语的那位真神 我们透过遵行而认知神而见到神 这是我们所看见的 别人也因为我们的行为看见神 这是一个别人的作为 这个在清心的作为里面看见的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讲到说 因为在那里在你那里在神那里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你活在光中的人 你终于知道 这位发光的神是何等美善的那一位 所以清心的人很重要 基督徒在与人相处的过程里面来讲 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呢 还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走法 有的时候那个道德观是混乱的 那个价值观是迷茫的 我们是很清心的跟神有关系 我们活在人的中间 我们就能够展现出那个 属生子民不一样的特征 然后第七福讲到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讲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这个使人和睦很明显的讲到和睦 讲到两个方面 一个人先跟神维持了正确的关系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和平的 这是圣经一向的一个秩序 使人和睦指向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传福音 你要让人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的 今天基督徒与世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常常愿意带出去福音呢 还是说我们不敢见证我们的神 我们最好让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别人活的一样 也不必为义受逼迫 也不必为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些 见闻我们的立场而付代价 我们愿不愿意 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让我们自己跟人一起妥协 这是天国的使命很重要的 谁愿意这样做 他们要被称为是什么样 神的儿子 称为神的儿子有两方面的很大福分 一个你是后世嘛 你是继承嘛 神属天的福分在我们身上 另外一个神的儿子 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从神而来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说 既然是神的儿子 就要反映神的属性 那种圣洁公义 那种慈爱 那种怜悯 我们要反映出来 所以使人和睦 也是我们这些天国子民 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八福呢 最后讲到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什么叫为义受逼迫的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讲到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是一个循环 跟第一福是一样的 为义受逼迫就告诉我们说 这些因性称义的神的儿女 你活在这一个不认识神 不尊神伟大的世代里面 你要活出一个属神和神心意的生命来 这个世人对你是反感的 但是你怎么样 你要继续站稳 你如果跟他们妥协 逼迫就没有了 你要站稳来 逼迫就来 可是他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这样子他们的 这一群人是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后八福讲到 基督徒常常要问问自己 我活在这个世间上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 如果我是 我充分常到从神而来的连续 我也避蒙连续 我们也要看见 我是不是一个清新的人 是不是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世代里面 我能够保持我的心怀意念 在神的旨意里面 活出那个不一样生命里 我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愿意在真理上面站稳 宁可要付代价 我也愿意站稳的人 你看见 基督徒每天早上也要问自己这四件事情 我是不是在我每天 与人的互动里面 充满了连续的心 是不是一个清新的人 是不是一个愿意与人和睦的人 每天都在寻求 那个把福音带给别人的机位 然后 哪怕要付代价 我也愿意在整理上站稳的人 如果是 天国是他们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 闭蒙连续 神也可以让我们在那一个 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 神也可以让我们在 亲眼看见祂 那个美善的那个形象 我们可以领受这些福分在 所以这个八福里面给我们看见 这都是一个很丰富的预备 然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十一到十二节 这边有人把它讲成是第九福 但是其实我想如果更清楚的介绍 这个十一到十二节是对于第八个福 就是为意受逼迫的人 有福的一个延伸性的解释 就是你为意你会受什么样子的逼迫呢 而且你在受逼迫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你应该怎么做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十一节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会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不是另外一个福 这指的就是第八那个福 你怎么受逼迫 他说怎么样 辱骂 逼迫 捏造各样坏话 我想这样子的一些处境 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开始越来越领受这些嘛 基督徒现在被贬为 极端的保守派 极右派 跟不上时代 是这种跟这个反潮流的一群人 辱骂你们 然后呢 逼迫你们 贴标签 抹黑 攻击 然后呢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这个捏造 捏造是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最流行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看见媒体的这些工作者 到处都在捏造 基督徒 迟早有一天 在这个有罪的世代里面 我们会别人被别人抹黑 这样的攻击 这种现象都会有 圣经老奥就知道 就有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不要觉得哎呀 我又难住了 你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是有福的 因为你站稳了 你如果躺在地下 不为主做见证 别人连攻击你 都懒得攻击你 撒旦根本看你不是对手 你已经被他击败了 但是你如果要站稳来 你就准备 被辱骂 被逼迫 被别人说坏话 当然这边我们也要 有个属天的智慧来分别 不是每一个被辱骂 都是我们被逼迫 今天你该做的事情 没有好好做 基督徒也一样在生活上面不勤奋 各方面展现出来 以至于被这个社会所指责 那个时候被辱骂 跟福音无关 这边讲的是说 你为天国的缘故 这边讲 人若因我嘛 这个因我 这个我是谁 我是耶稣啊 因为耶稣的名为辱骂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事情做不好 被人家骂 不是因为我们有手好闲 偷懒不该做事 就被人家指责 不是 是因耶稣的缘故 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 因为耶稣的救恩的缘故 因为我们信仰的缘故 被逼迫 被辱骂 被捏造坏话 来毁谤我们 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 不要害怕 不要退缩 不要赢取这个世界的认同 而失去了我们永恒的祝福 你真的有福的 那为什么你有福呢 他后面讲 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应这个处境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讲说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这里面有两个状况给我们看见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 你碰到这些状况的不是退缩 也不是起来跟他们对抗 你就活完你自己的 站稳 不是在那边辩解 在那边解释半天 他说你应当欢喜快乐 怎么人家人家逼迫你 辱骂你 你怎么会欢喜快乐呢 这像菲律比书第四章说 讲说靠主常常喜乐 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 是主要我们这个世代做的 他们会逼迫会毁怕 是因为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他们拒绝真光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放光 我们要继续回来光中 在神的大怜悯里面 有一天他们可以转回 我们要与人和睦 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了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给他们机会 所以他们用负面的态度对我们 我们用正面的态度回应 而这样的态度回应 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喜乐的 因为知道满足了那位爱世人的神的心 他愿意人人得救 因为不愿意一个人成人 而我们愿意把真理 向这个世界介绍的时候 神是满意的 那我们靠着神 我们会有欢喜快乐的心 那么这个欢喜快乐的心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一个是怎么样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那个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 是能够跟着我们一辈子永远的那个福分 是天上的福分 是有的 你为神活出来这一切 主都知道 而且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被神看为是跟先知一样 先知是干什么 过去的先知都是遵行神质疑的那群人 指的当是真先知了 这群人怎么样 也是一样遭受各样的逼迫 可是他们都站稳来 圣经记下他们的行迹 这些先知的作为 以当世代的成败润英雄来看的话 大概都是失败的 因为这些人不听他们的话嘛 他们讲他们的这些先知 做的说的他们根本不听 以世界的标准来看 他们好像是失败者 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 留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 他们所讲的话 句句从神来的都应验 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警钟 成为中流砥柱 他们也成为以色列人王国之后 还能够向回转回的机会 上帝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他们这些先知 是被神所喜悦的 今天历史历代 所有属神的儿女 愿意在这个世代 为义受逼迫的话 我们如同当年先知的位分一样 是被神所喜悦所看中的 所以你的欢喜快乐 一个是因为倚靠神 一个是因为你知道 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可以带到永恒的 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另外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神的忠仆啊 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从看见 这边所讲的 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八符 就是把最后的这一段 你必须把它解释成世界 解释第八符的话 总共有八个符 这个八个符 你发现有一件事情 前四符 讲到 天国的子民对自己的要求 是以 这一个 饥渴慕义 饥渴慕义 做结束 后四符 讲到 天国的子民 与世人的关系的时候 他是以 为义受逼迫 为结束 第八符讲 为义受逼迫嘛 你看见 他都是以义啊 以神的义为标准 天山宝训 主耶稣在身上 讲论八符的时候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蒙符嘛 活出与因性称义 相称的生活来 靠着圣灵 活出新生的样式来 这是蒙符啊 所以为什么讲义 是很因性称义的这样 因性称义 就表达出了一件事情 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得救了 等着上天堂 然后心想事成 神要什么神都给我们 信耶稣之后 要活出一个 合乎神标准的 义的生活来 在神的救恩 在神的圣经的真理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不断的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这是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读到 登山宝训的八符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看到 当我重生了 当我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有没有这样生命的特质啊 我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哀痛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极渴沐浴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对人的时候 我是一个连续人的人 我是一个清新的人 我是一个愿意使人和睦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肯威以受逼迫的人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基督徒 你在世上 你应该怎么活 不是去改变你的环境 而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你如果能够都活出这样 这叫做蒙福的人 这样子的人 今世得百配 来世得永生 这样子的人 他在神的面前 对他与神的关系 他所做的这一切 是可以带到永恒去的 这样子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人 然后在这一个 对于天国的信息的这个回应里面 圣经也给我们看见 知道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了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怎么样 后面给我们看见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 都提出给我们一个使命 那个使命叫什么 叫做光颜的使命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 你们是世上的颜 十四节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个颜跟光过去 我们多次在信息里面都提到 这边给我们更清楚地看见 颜是一个防腐的功能 特别强调这边强调的是 相对于光来讲 这个颜是一个防腐的功能 颜好像是消极的 使这个世界不会快速地腐化 它那个拦阻那个腐化状况 基督徒像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这世界的道德观不断地向下修正 你看看我们今天所定的法律 不断地宽松宽松宽松 很多人性的阴暗面的事情 如今都慢慢变成合法了 我们看见 这一个多元成家的法律 应该摇出来 这个通奸除罪润 夫妻之间 有这种第三者的关系里面 现在法律也不制裁你了 不断地向下修正 可是基督徒 要像防腐机一样 挡在那边 中流砥柱般的挡在那边 让这个世界不要快速地向下沉沦 挡在那边 另外一方面呢 积极地要做光 与其咒诅黑暗 不如点一根蜡烛 基督徒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上讲 我们不同意你的行为 但是我们接纳你这个人 今天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常常讲说 哎呀这个世界常常要求 说你们怎么样 说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对于同性恋者 我们不同意你的行为 我们接纳你这个人 他们说没有这回事 你要爱我这个人 你就必须接纳我的行为 这是世界的声音啊 他这个声音任何人一听 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嘛 今天一个孩子 可不可以跟他的母亲说 你若爱我 就要接受我所有的行为 所以我不想上课 我逃学 我吸毒 你爱我 你接受我所有的行为 不对的嘛 我爱你 所以我不要你有这些行为嘛 那么你还在这些行为的时候 我不是恨你 我是用爱你的台来对你 这就是光 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仍然放光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圣经给我们看见 你知道天国 尽到天国的好处 我们就应该活出这样生命的见证 然后 这个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 十四节到十六节这边 最后有两个很奇妙的比喻 这两个比喻 有的时候我们只做表面的认知 却不知道这两个比喻 背后有很重要的真理 他说 主耶稣告诉你说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山上的尘一看就知道 那么大一个尘在山上怎么 你没办法藏起来啊 然后说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人点灯就是让它放光就出来 这两个都是不能隐藏的意思 这两个不能隐藏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说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这两个比喻在讲什么 这两个比喻在讲说 基督徒的生活见证 是必须向这个世界显入的 好像尘在山上一样不能隐藏 好像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不要隐藏 好像一盏灯不要把它放在斗底下 什么也看不见 一盏灯就应该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殖民 属乎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前面八福所讲的对自己也好 对别人也好 不是你可以无所谓的 你必须活出那样生命的见证来 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颁布律法 要他们做圣洁的国民 做祭祀的国度 今天也是一样 神要求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些标准来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不是可有可无的 不是说我可以把自己藏起来 这可以说我不发光 我虽然是灯 藏在斗底下 不行的 换句话说 以上所讲的这些福分的 自我要求 或者是对与人相处的这些原则 不是可有可无的 那个是属神的命令 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里面提到说 当我们真的按着神的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对 第五章十六节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所有这样的作为的最后 不是标榜自己 我们活出了生命的见证 我们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代 像盐一样防阻这个世代的一个 一个堕落 在这样子的一个作为里面的时候 他说怎么样 他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福 当然说基督徒好棒 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哪里哪里 我们要说感谢神 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祂 这是一个动机啊 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人 我们如今所做的 不过是照着 这位爱世人的父所吩咐的 我们活出了生命的见证 产生了那样的功效的时候 一切的荣耀归给祂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宝贵的信息啊 当马太记载耶稣的行义的时候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写下新约的第一卷书 当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 第一篇重要的一个大讯息 登山宝训 就已经告诉我们 一个属乎神的儿女 应该活出怎么样子的生命 我们喜欢蒙福吗 每一个人都喜欢蒙福 但是你要怎么蒙福呢 这边告诉你 如何对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 是不是一个哀痛的人 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是不是一个极可不易的人 每天要问自己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同样也是一样 当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 我们是不是常怀连续的心 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 很清楚自己 行事为人的标准的人 我们是一个愿意 与人使人和睦的人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人 我们是一个愿意在真理前面 肯付代价的人 每天也要问我自己 我在任何一个公司行号 上班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的这种社区生活的时候 我在家庭里面的表现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样子 流露出我生命的见证 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神要我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做光作严 而且这样子的使命的要求 不是可以隐藏的 不是我可以放弃的 不是我可以躲藏的 我必须靠着主 活在众人面前 好像那个尘照在山上 好像那个灯台要放在 灯要放在灯台上一样 这样子的生命的展露 这些人是蒙福的人 这些人他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 而且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而且在有限的今生 当世人被真光照到 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而向神转回的时候 他们看见了这些基督徒的见证 他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而我们在这样的作为里面 我们充满了满心的喜乐 八福是福分 这个福分不是靠你奉献多少钱去交还 这个福分不是靠你做了多少圣工去交还 这个福分是我这个人是否因性称义 活出与称义相称的生活来 这个福分也指向 虽然在这个有罪的时代 基督徒也有软弱 也有我们可能会跌倒的时候 但是每当圣灵感动我 我就站起来 继续朝着目标往前迈进 这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想 这一个蒙福大家都喜欢 怎么蒙福呢 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 好像跟上帝在交换恩典一样 神已经告诉我们蒙福的方法 我们照着去信 所以我要花四篇的信息来和各位谈 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 要从整个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活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问说 库姆斯啊我们基督徒在今天应该怎么活呢 圣经有讲 我们现在就把它清楚的讲出来 巴不得每一个属乎神的儿女 我们准确的明白 认真的遵行 我们就常活在 神的恩福之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感恩 谢谢主 你借着圣经 向历史历代属乎你的儿女说话 今天我们已经在你的天国之内 我们称为属天国的殖民 帮助我们在你这位 世大又爱我们的君王的带领之下 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里 我们的生命观价值观 在真理里面被调整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有限 有罪恶的世代里面 我们活出光颜的生命 帮助我们 因着遵行神的旨意 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尝到主恩丰富的美善 并且乐意与人分享 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 谢谢主 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透过圣灵的带领感动 以至于我们天天都可以讨你的喜悦 蒙你的缘啊 谢谢主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现在要奉主的名 将属天的福气 愿神赐给各位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慧式的感动与交通 与全体弟兄姊妹们同在 帮助我们活出光颜的生命 成为你手中逃你喜悦的器皿 阿们